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歡迎鎖定今天的新台灣星光大道 日本的評價服是旋風來台 開幕第一天 您看到畫面了嗎 民眾搶購這個特價品 真是擠爆了信義商圈 甚至還發生了口角 到底這個牌子它魅力何在呢 而且不是只有在台灣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風靡現象 另一方面 查法官收賄 居然查出法官召寄 而且還是硬招站的VIP 硬招女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豪宅 連地堡都染黃了嗎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都有精彩的討論 先為您介紹今天節目當中的來賓 左手邊第一位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好 媒體工作者黃光晴 大家午安 立法委員謝國良 大家午安 好 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大家好 好 還有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鄭施誠 好 大家好 好 我想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到是移民署 其實他們破獲了一個所謂的小而美 走精緻路線的硬招站 那麼打著蘇航美女上天堂 翟佩道府任君挑這樣的口號 去招攬顧客 旗下的小姐要求的是 談吐要好 身材要夠好 而要夠火辣 那麼客群主要是法界啦 政商界的名流 連高等法院的這個前法官楊炳真 都是常客 甚至還有熟客呢 是直接叫了小姐 就在豪宅 或甚至是五星級飯店開房間 民眾提供檢舉畫面 身材高挑 皮膚白皙 硬招小姐準備出門接客 手裡拎著還是名牌包包 是恩客送的禮物 移民署破獲了這一個 小虎硬招站 旗下小姐不多 但各個精挑細選 主嫌落網之後 手機還響個不停 除了一般的外型這個條件 挑選相當嚴格之外 那對於小姐的這些 談吐跟應對 也做了一個很嚴格的篩選 落網的兩個小姐 都是主嫌賀金虎 親自到大陸挑選 走在前面的是雅雅 杭州人22歲 皮膚白皙 體型豐雲 還有後面的小可 也是22歲 長髮長腿 落網的時候 全身名牌 應招國家 包括台灣 新加坡 還有荷蘭 有跟法官先交易嗎 客人都送你名牌是不是 業者打著精緻路線口號 主攻國際商務課程 保險箱內的贓款 包括台幣 韓幣 還有人民幣 而客人更是大手筆 送小姐名牌包包 連高等法院法官 楊炳真也是常客 偏好清純學生妹 或是上班族 每次都叫小姐 到自己的古董收藏室 進行性交易 而不少政商名流 甚至叫小姐 到地保豪宅交易 或是各大五星級飯店 包括福華 軍月和京華酒店 每次性交易的價碼 都是8000元起跳 但是小姐們 得先做滿100次性交易還債 儘管業者作風小心謹慎 但還是被移民署盯上 這些賣淫女子 全部得被遣返回大陸 今天新聞 許志銘 許少平台北報導 好 我們看到這個應招站 為什麼被形容為小而美呢 旗下的小姐 其實大概十幾人 但是對於她們的要求 可是很多很高的 而且她這個小虎集團 從中國大陸的蘇州 杭州 專門引進了一些 條件比較好的女子 我們來看到這個報導當中 有特別指出來 說這個集團的負責人呢 賀金虎 她呢其實是很有心 本來她是一個馬夫 但是後來發現 哦原來做應招站可以這麼賺 所以她乾脆把這個客戶的名單呢 偷過來 偷過來了之後呢 然後進一步的再去把這個 所謂的這個有錢人啊 這個消費實力比較高的 這些人鎖定住 那我想來請教一下這個輝文 輝文其實你看 她這個裡面呢有學問的 比方說她在這個當中 她有把外送的地點 還特別去標記什麼軍啊 金啊地啦 等等的字眼 結果地後來才查出來說 哦原來是地堡 那其他那兩個字就是五星級飯店 對不對 這個五星級飯店 當然像這個楊法官 楊法官她這個把小姐叫來 是叫到她的這個讀書樓去 那在古董的房間裡面去做那個事情 那這個我還先跟大家講 那個背景就是說 為什麼有人敢把小姐帶回家 像陳日中嫖妓案的時候 這個裡面有一個召濟男 跟應招站業者的對話說 你今天是要去外面還是要帶回家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對話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Motel跟Hotel 它是有可能被零檢的 通常我們警方在抓那個應招站的時候 開車跟間 有一個這個穿短裙的辣妹 走進去那個房間幾號房 他是可以去零檢 他如果認為裡面可能有性交易的話 他可以去抓人 Motel我是常聽說 Hotel也會 Hotel也可以 五星級飯店也會 五星級飯店不行 比較不會嗎 五星級飯店相對是相對是安全的 那另外一個地方就是自己的住處 譬如說我把小姐叫來我家 那種宅配外送的 其實這個行之有年 那如果你帶回家裡的話 那就必須要有搜索票 還不能說我來你家零檢 家裡是不能零檢 所以為什麼我冒險說 可能我太太出國了 我太太去教鋼琴 我是舉例 舉例一下 為什麼舉得這麼巧 你們那個聯想力太豐富了 會不會比較實在鋼琴 剛好有 剛剛那個鋼崗沒有地方 有空檔的時候可能 他帶回家裡的話可能比較安全 我簡單講這個價位的分析是這樣子 這個K 在我們這個數裡面K就是一千 那一千 這當然是包括一千以下 就我們一般講那種 戰幣的 那種流衣那種的 其實他的通常他們成交價格 都在一千以下 那這金字塔最下面 其實這個普羅大眾通常都是 像以前的這個公倉 公倉的價碼其實也是非常低的 那三千這個就比較有點像那種色情護膚 或是基本的原交的價錢 那三千到五千之間 那這次楊把關他們這個 你說那個小虎應召站 他開價是開八千 那這個八千我們這邊講 當然是指一次的這個性交易的價格 那他們會一次買三加一 三加一就是買三節送一節 等於是兩萬四 那已經是非常頂級的消費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四個小時嗎 四節 四節不是四個小時 有的時候一節是四十分鐘 有的是四十五分鐘不一定 那這個五十K到五萬這種 就是有那種小模 然後小模然後會有花名車那種 就可能一個拍過外拍的 然後一個拍過寫真集的 弄一些紗籠罩什麼的 他一開價就開五十K就五萬 那這次楊把關他們這種 這種八K的這種 已經到達頂 就我的採訪經驗來講 那已經是一個非常高價位了 你看三加一就兩萬四 第四節是送你了 因為他們就要家裡去 因為加上馬夫接送的時間 所以你說三個多小時或三個小時 其實時間也不是說很充裕 剛好而已 那8K這樣的價碼對法官而言 大家可能覺得法官一個月多少錢 有辦法一次叫小姐叫兩萬四 而且這個楊法官據說這個體力驚人 經常叫 負擔得起嗎 負擔不起 因為法官一個月大概十五萬左右 以他高院法官的大概十五萬上下 你一次嫖個季就兩萬四 你都不用吃錢嗎 所以楊秉鎮法官他一定有別的財路 包括他那個什麼那個香爐 他那個古董他可能另有財路 法官的薪水是沒有辦法應付他 這樣子豪奢的嫖妓是應付不來的 好 東豪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在這個裡面 他其實這個小姐旗下的人數並不算多 所以還把他形容是小而美 那但是他在這個裡面 我們發現到很多都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的應招女 那他們其實好像照這個寫法 報導當中的這個寫法是說 好像蠻好賺的 因為他們其實這個價碼 並不算是太低 尤其像剛剛這個會委 也幫我們補充做了分析 那您怎麼來看呢 那難道就是表示說 其實像這樣子的這些女子 其實在現在在整個這個 我們不知道像應招圈嗎 還是什麼 就是說這是屬 還有這種圈 古老的行業 是 那這是屬於說 是什麼行情特別好的嗎 那換句話說 是真的有這麼好賺 還是說其實可能 有我們所不為人知的一些 背景因素在裡面 其實來講 因為你找大陸來的 第一個就是說大陸人多 人多就好辦事就好挑 然後第二個你來到台灣 人身地不守得好控制 第三個 他永遠可以讓這個 喜歡此道的人 永遠可以藏鮮 那所有的在經營這個行業裡面 你最難的是什麼 就是要擺 身高要一致的 身材要一致的 這個就不容易 那如果你做應照業 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你就會做出口碑出來 然後 而且他還要混出一些明細 聽說還有小姐說 要先去選美 選美然後呢 如果說這個條件不夠好的 還去做整形 龍乳到什麼低照碑 然後呢後來就紅了 然後客人就非常的喜愛 因為男人嘛 喜好此道一定會看身材 一定會找年輕的嘛 所以一定要找一百遮三愁 那 對 台北市這個東西來講 其實 從 長期來都有這個行業 不過 一般來講 大陸的女孩子 比較好訓練 其實大陸剛來的人 其實 不是馬上就能夠上台面的 因為你的語言啊 表達啊 氣質各方面可能都不是那麼好 你像這個小魚照戰 如果你要把他訓練到 高價位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他談 基本的談吐 一定要有 這一定要有一點訓練的過程 是 否則你穿著 拿著這個褲子的包包 但是講話是一個大陸的 這個聽不懂的上海話 那個 那個氣氛馬上就 就就壞掉了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點訓練 那什麼樣的人喜歡這樣子呢 通常來講 年紀大一點的人會比較喜歡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談戀愛 追女朋友是個很麻煩的事情 花錢傷神傷身 但是呢 如果你直接打電話 付一點錢 你就可以找到這樣的女孩子 然後呢 他還可以聽你講話 你要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這個對於一定年齡以上呢 是極有致命的吸引力 可是對年輕的人來講 比較年輕的 比如說二三十歲的人 他可能就不一定耗辭到 為什麼 他沒有被征服 沒有追逐 沒有那種過程的那種樂趣 所以 在這個錢人子裡面 他其實 你說要到八千塊以上這個等級 通常來講 他不會是一般剛出社會的人 他一定是你的社經地位 社會能力到一定的程度 花了起這個錢 像 以那個楊法官來講 如果他現在是十五萬一個月的話 一次兩萬四 他可以十六次 他一個月可以找十六次 那他的體能能不能復活 我就很好奇 還有他的老婆 對他的管制能力到什麼程度 理論上 這個薪水一定是老婆知道的 所以你的薪水理論上不能亂動的 所以這個楊法官像慧文講 慧文說一般我們在懷的 他一定另有財源 那這個財源才能夠足以支撐 他這樣子的一個風流快活 對這個楊法官如果用幾個字形 你知道法官是掌權的 他真的是行掌天下權 這個罪臥美人熙 非常快樂 快樂的不得了 好 但是事實上呢 連這個豪宅真的也染黃嗎 比方我們講到這個地堡 原來呢是裡面有住戶呢 叫應招外送服務 那麼當然其他的這個住戶呢 會覺得非常的吃驚 認為這裡的住戶明明素質都很高啊 不太可能會叫小姐吧 而對於這個地堡的戒備森嚴 住戶也認為管制呢都是針對外人 因為陌生女子來到這邊啊 只要叫得出她是住哪一樓啦 住幾樓啦 住戶跟警衛通報一下 那警衛就會帶你上這個管制電梯 想叫什麼人來豪宅啊 都沒有問題